一时柴犬没细牵绳 走到中央分隔岛 这时一辆蓝色轿车 刚好准备通过路口 驾驶看到柴犬吓一跳 车子偏离内侧车道 就这么刚好右边也有车辆经过 两车发生碰撞停下来 闯下大祸后 柴犬头也不回 继续悠哉过马路 如果他是不小心的 那也没办法 但是基本上当然是希望能够 把口牵好是比较安全的 事发地点就在台中市北屯 山西路与崇德二路路口 警方调阅监视器跟行车记录画面 眼间发现当时现场 还有一名骑士 眼神望向闯祸的柴犬 照事后默默带着爱犬离开 有民众认为罚则太轻 恐怕没有警惕效果 尽管四组的机车还有柴犬 并没有跟事故车辆有直接碰撞 不过四组没帮狗狗系牵绳造势 除了罚金以外 还可能因为牵扯到因果关系 需要赔偿两车的车损 民众新闻黄伦李柏锦 台中报道